开门 阴暗的卫生间内 一条垂死的小金鱼正在拼命跳动 地上突然多了一把带血的刀 男人打开水龙头 拼命想要洗干净满手血迹 整间屋子突然开始天旋地转 男人也随着房间 整个人旋转了45度 面前是灌满水的浴缸 突然 他与浴缸里的黄衣男子缠堆在一起 两个人从卫生间打到露天大沼泽 黄衣男子怒吼着淹没进的水池 定睛一看 他的脸竟变成了自己 男人疯狂扒拉着水池里的自己 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声空里的呼唤 不出所料 刚才的一幕不过是他的幻境 身后是拿着枪的警察 何叔柔声呼唤着他的名字 杰森 原来就在刚刚 男人报警说有人要谋杀他 还把他的尸体埋在了大沼泽 等警方赶到 就像杰森跟个疯子一样 自己揍自己 还拼命扒拉着身下的泥土 定睛一看 泥土中 竟露出了一张人脸 杰森不认识这个男人 只记得他就是刚才梦境中 与自己缠斗的黄衣男子 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白日梦 可现在梦该醒了 据了解 杰森曾是个影君子 他居然在梦境中 一个人开车来到了大沼泽 小胖觉得他不是喝醉了 就是科嗨了 法医大叔想挖出尸体 却发现死者的脖子下面是空的 泥土里只有他的脑袋 没有躯干 是杰森报警到警方找到尸体 可他却一问三不知 杰森仔细回忆 原来他的梦境一共有三个 恍惚中 他记得自己站在了一处码头 将一具没有头的躯干 装进了大箱子 扔进了海里 于是警方一连带他去了五个码头 终于找到了他梦境中的那一个 果然在海里捞出了一个大木箱子 打开一看 正是死者的躯干 可是这具躯干没有双手 于是杰森又回忆起了第三次梦境 梦境中的他来到了焚化炉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在空气中化为灰烬 于是寻着杰森的梦境 警方又在焚化炉中 找到了死者被烤的嘎崩萃的双手 可怜的黄一男子 一共被切成了四块 脑袋在湿地 躯干在海里 双手在焚化炉 老法医都快忙到猝死了 杰森什么都想不起来 他一直都在努力戒毒 已经一年没有嗑药了 杰森身上有死者的头发 可他当时正在挖黄一男的尸体 占到头发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威斯塔却不这么想 他认定的杰森是杀人凶手 他用梦境当掩护 想洗清自己的嫌疑 因为法庭不可能判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有罪 最多就是进精神病院 威斯塔就跟个泼妇一样 咄咄逼人 强硬至极 原来威斯塔死去的前夫就用过这个套路 他把威斯塔打成了脑震荡 上了法庭就说自己梦游 屡试不爽 可是你前夫是个撒谎成型的变态 不代表全天下的男人都是啊 死者提表没有外伤 独立检测结果也是成因性 既然如此 这个身体健康的男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老法医将死者嘎崩催的手指扔进的溶液浸泡 恢复了他的部分指纹 通过指纹比对 死者叫做阿伟 是一家水疗馆的负责人 夫妻来还有一个叫做奎恩的合伙人 妻子支开了奎恩 超迷迷地告诉警方 他最近正在跟死者闹离婚 早就已经是分居状态 难怪阿伟被切成四块了 妻子还这么淡定 不过丈夫一死 这家水疗馆就属于妻子一个人了 所以他也是有杀人动机的 毕竟妻子被害 凶手窝位子丈夫 反之亦然 警方找到了死者的住处 地上的刮痕与藏尸的箱子尺寸一致 意味着凶手正是在这里拖动的尸体 房子的卫生间里满是血迹反应 这里就是阿伟被分屍的第一现场 也是杰森梦中的场景 艾瑞克在浴缸里 发现了一条塑料的小金鱼 这是一个模式玩具 只要放在手心 他就会像针鱼一般扭曲跳动 这条小鱼是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灵媒艾拉的名字 于是警方寻着小鱼上的地址 找到了艾拉 可艾拉却称自己从未见过死者 他每天要发这么多的名片 哪有可能谁都记得 说吧灵媒开始喋喋不休地说教 比如小狼硬堂发黑 一看就很缺钱的样子 我跟你讲 你回家在额头上抹点精油 帮您裁员滚滚 小狼还真信了 随后灵媒拿起那条小鱼 开始感应 干嘛呢 这条鱼带电啊 灵媒喳喳呼呼地说道 他感应这条小鱼 来自他的一名客户 那名客户正是杰森 也就是挖出尸体的男子 杰森的小鱼掉在了分尸现场 再加上他身上有死者的头发 这意味着 他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维斯塔再次喋喋不休 咄咄逼人 吵得杰森头疼 许久 杰森突然想起来 他确实将阿伟的尸体切成了四块 还打扫了现场 或许人真的是他杀的 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与阿伟素不相识 无怨无仇 死者的妻子付得流油 他轻易的水疗管十分赚钱 最受欢迎的产品变什么 海蜗牛毒液磨砂膏 就在上证 妻子从账户里取责了五万美金 听起来像是雇佣杀手的钱 第二次拜访 只听到礼物传来了妻子的惨叫声 何叔慌忙掏枪冲了进去 原来这国之跟合伙人奎恩玩双人游戏呢 何叔属实是坏人好事了 妻子解释道 这五万美金 是他支付给林梅的佣金 他向林梅祈求让自己怀孕 你猜怎么着 他还真的成功了 一旁的奎恩惊呆了 不是 你这是谁的孩子 你到底养了多少男宠啊 这二伙 不会真指望这个花心的富婆 对自己是真爱吧 言归正传 私者的妻子和杰森 都是林梅艾拉的客户 并且这两个人都有杀人嫌疑 何叔觉得林梅才是案子的关键 于是威斯塔主动请 不如由他伪装成客户 看看能不能套林梅的话 威斯塔谎称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 林梅咋咋呼呼 交给他一个鸡蛋 随后当他的面 敲开了这颗蛋 Oh my God 你这个蛋散黄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老公一定天天揍你 威斯塔连忙顺着他的话场 是啊是啊 我天天做梦都想弄死我老公呢 你有什么办法 让我梦想成真吗 只要钱到位 没有什么是林梅办不成的 他点燃一根黑乎乎的蜡烛 让威斯塔集中精神 对着蜡烛深呼吸 随后便是一段听不懂的咒语 什么随手点赞 霉运退散 好运不断 小狼守在外面 听着林梅念了整整20分钟的咒语 何叔感觉不妙 这背景音中怎么还有噪音呢 他赶紧带着小狼冲进了屋子 只见威斯塔和林梅都不见了 只剩桌上的录音机 还在重复播放着咒语 那么威斯塔到底去哪了呢 威斯塔睁开一眼 恍惚间居然回到了警局 弱大的实验室空无一人 半天无人回应 与此同时 何叔和小狼追踪到了威斯塔的车子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仓库 他拿着枪在梦境里晃晃悠悠 脚下弥漫着鲜血 让他感到无比恐惧 许久 他终于遇到了一个清洁工人 清洁工没有脸 但是威斯塔能够清楚感应到 对方就是自己家暴又变态的前夫 威斯塔害怕极了 他拿枪指着前夫 不让他靠近 可实际上 他面前的男子是何叔 威斯塔陷入幻境无法自拔 居然对着何叔扣动了扳机 我去 咱们俩工事这么多年 你居然开枪打我 小狼瞅准时机 一个飞扑将威斯塔按倒在地 威斯塔又哭又闹 始终无法从可怕的梦魇中解脱出来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医院 原来狡猾的灵梅发现了 威斯塔的窃听器 猜到了他警察的身份 于是给他下了迷幻药 灵梅控制威斯塔缺了仓库 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这让他才有机会脱身 威斯塔太自负了 自负他毫无防备 和威斯塔一样 节奏回应案发当天 灵梅让他俯身 修一根点燃的蜡烛 说是能够净化身体 原来蜡烛里面有曼陀罗的果子 这是一种强效的迷幻剂 原来杰森曾经跟父亲吵架 他恶毒地诅咒父亲去死 没想到父亲真的出车祸死了 父亲的死 让杰森愧疚不已 也不能寐 于是他找到了灵梅 希望能向父亲的鬼魂 好好地道个歉 他只是被邪恶的灵梅利用了 犯罪并非他的本意 由于逃得匆忙 灵梅甚至没有来得及 带走店里的现金 这笔钱少说也有好几万 灵梅这么贪心 他一定舍不得这些钱 果不其然 灵梅想乘着风头过了 回来取钱 被蹲舍的警方守株待兔 一举抓获 这女人是疯了 居然还想用这笔钱 来贿赂警察 灵梅狡辩道 他压根就没想杀人 原来死者与妻子 正在闹离婚 恶毒的妻子 不想失去一半财产 别人支付了灵梅五万美金 请求他用灵力 扰乱丈夫的磁场 看看能不能把他弄成傻子 灵梅是个骗子 压根就没有什么灵力 不过既然收了钱 作戏肯定要做全套的嘛 于是他装模作样 假装对着死者施法 阿伟本来是不信这一套的 哪知施法才刚开始 阿伟就突然四肢麻痹 呼吸困难 他大吼一声 随后一头栽地上 死了 灵梅惊呆了 艾玛 难道我的神功炼成了 他又兴奋又害怕 只能催眠了杰森这个老实人 帮忙处理了尸体 这番魔幻的辩解 小胖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葛叔却不这么想 他觉得灵梅也被人给耍了 老法医在死者的肺部 发现了很多出血点 这是急性窒息的症状 联系灵梅的口供 老法医终于弄清楚了阿伟的死因 他死于神经毒素 普通的毒理检测 很难化验出神经毒素 但既然麻木感是从四肢开始的 老法医在死者的手掌 发现了四个针眼 老法医猜测 这是海蜗牛的毒液 海蜗牛是世界上最毒的海洋生物之一 它的毒液中有一种天然的麻醉剂 即便手掌被扎了四个窟窿 阿伟都丝毫没有察觉 凶手是通过握手下的毒 这意味着他的手上 也必然会留下痕迹 海蜗牛毒液磨砂膏 是妻子的水疗馆最卖作的产品 可妻子的手掌很干净 没有丝毫下毒的痕迹 就在此时 合伙人奎恩突然掏枪冲了进来 他已经无处可逃 原来是奎恩用一条死鱼收集海蜗牛的毒液 他将毒液涂抹在针头上 通过握手注射进死者的体内 而整个过程死者毫无察觉 如若不是女灵媒自作聪明 所有人都会以为阿伟是在灵媒的治疗下猝死 毕竟神经毒素很难被发现 他做的一切都是受女人指使 可女人却当即撇清了自己的关系 这一切都是奎恩的自作主张 我可是无辜的 奎恩伤心极了 你这个女人好绝情啊 可他又舍不得杀死女人 只能放下墙 一个人冲了出去 最终惨死在了车轮下 奎恩死了 现在一切死无对症 在律师的巧舍如荒之下 死者的妻子撇清了关系 还得到了所有遗产 杰森因为处理了尸体 也将遭到起诉 不过维斯塔会上庭帮他作证 毕竟他先前咄咄逼人 害得小哥不亲 何树和小狼达成共识 谁都不准提维斯塔向他们开枪的事情 因为这可是丢工作的大事 小狼的额头油光闪闪 这会儿真的听得女灵媒的建议 在额头抹了金油 她随时往自动贩卖机里投了俩硬币 你猜怎么着 贩卖机居然故障了 吐出了更多的硬币 灵媒的方式不错 小狼果然改变了财运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故事致敬了1998年上映的科幻悬疑电影 《遗魂都市》 讲述失忆的男主一觉醒来 身旁躺了一具女尸 他只能凭借仅有的线索 开始追查自己的身份 关于这个黑暗世界离奇的一面 也在他的调查中慢慢揭开面杀 开头的浴缸 燃血的刀子 以及跳动的小金鱼 都是电影中的经典元素 故事中 杰森的扮演者 是1975年出生的美国演员 湘恩海托西 他是水晶男孩中 内阁稚嫩的少年布兰达 洛城警示中 酷薄的CP布兰恩特 野兽家族中 人狠话不多的教皇 还是迷恋荷尔蒙中 让人恨到牙痒痒的费希尔 还有妻子的扮演者 梅尔·丹德里奇 她是美剧《绿叶》中的女主格雷斯 最近她在大火的美剧《最后的生还者》中 饰演火影组织的成员马林 不过她只出场了两集 这些客串的演员中 最重量级的 便是凶手的扮演者史蒂芬阿梅尔 彼时的她还只是一个 到处打酱油的小萌新 客串一些不起言的小角色 两年之后 她主演了曼改剧《绿剑侠》 在剧中饰演男主奥利弗奎 气质和状态 也明显提升了好几个维度 这就是玄学上常说的 红旗养人吧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